北甘町老處理阿祖社區早期 發生騎駕駛賣上火境 消防隊接著通報要經濟出動大規 經濟消情報打火 那因為現場它是浪板加泡棉隔間 裡面也堆放大量的義燃路 所以國事的部分就一開始的話就蠻冷烈的 現在目前的話 因為它是一個聯動的住宅 目前有五戶收到波及 浩甲在火境發生機密都順利都心 並沒有任何省望 這場大火燃燒了五六斤站起來 在中午11點外 火燒在地上控制 受災民眾看到心愛 家裡被燒到亂走走 都非常心疼 它放一聲 如果我們走下去 走一路 就去那邊那邊 路上在放的 沙樓 就說放一聲就去冒煙 對啊 不夠久 跟在勤工人家抓水就沒有 不然你說 它要為這麼斷桌 開始抓 應該不會燒到 在工作的日程 會先來了解他們的財情 因為火災完營技術是在尾後選人 李靖雄的選團車 放煙火收營器的 因此李靖雄本人 也經濟廣告現場了解 釐清完營 須要特別就給記者回來說明 很多火災的這個原因 我個人不拜託是可能 我們車隊來在放煙火收營器 但是因為這個事情 可能是消防單位他們的證明 所以說 我們要請消防單位 應該要儘快來進行鑑定 為了班祖租災民眾中間 李靖雄雄 提出後選的合作方法 我個人已經提供每個食材給10萬元 讓他們先應急 我們北港經選總部 也將會動我們 我們的志工 來協助食材好 做現任的情理 我也已經要求我們國經選總部 在歐後的這個經選活動裡面 一定要特別注意到安全的問題 沒有任何傷亡可以說是很幸運 但是因為在歐後損失的部分也沒辦法告解 真正的都會懷疑要當台進行鑑定結局 記者李克三 蔡英文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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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